招歌米热和张哲瀚的四生四世的孽缘,万年抢女人组合,想必我们都知道米热和张哲瀚合作过很多的剧,其中有三部已经播出的剧,他们在里面都是情敌对手戏,米热和张哲瀚抢同一个女人,但是米热永远都是受伤的另一个,哈哈哈哈,心疼米热,就连米热自己都忍不住吐槽自己了,三生三世了,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,也是没谁了啊,看到米热这样吐槽自己,还有的网友就表示,他们两个上辈子一定是冤家,不只是三生三世了,老娜掐指一算,马上就要四生四世了,要极其欺世,这是一段灭人啊,这不,他们的四生四世的灭人也要来了,招歌这一部剧又会有什么的期待,但是这一部剧具体的上映时间, 还要等待关心了,所以也不要着急,这一部剧里的米热和张哲瀚,还是一如既往的做了情敌,张哲瀚饰演的西齐的王子,在招歌做质子,他是周文王姬昌和太四的第二子,西周的开国君主,正希是一将,在招歌期间,深得民心,在民不聊生的时候, 就民于水深火热之中,成为了一代明君,米热饰演的十五更,是一位才华盖世,但是却被亲情所困的少年王子,处于继承人的位置,不仅要遭受各方的陷害,还要忍受父王的猜忌, 他想成为王的目的也很简单,就是要保护一将,他爱他,但是他却不爱他,种种,的压抑将他逼入绝境,他开始疯狂报复,最终走向灭王,现在终于知道,为什么说是四生四世的灭源了吧? 没错,从美人制造到半妖青城灾到芸汐传,他们都是情敌,都是抢同一个女人,受伤那一个总是米热,这一次又是抢同一个女人了,很遗憾的是,米热又是那个受伤的那一个,很多网友都打去他们两个,其实他们两个才是一对,只是抢同一个女人是为了掩饰而已,米热的最终目的其实是张哲瀚吧, 哈哈哈哈,他们这一次又跟情敌杠上了,米热看重的女人,从来就没有得手过,幸好他们私底下的关系还是挺好的,不然他们两个人的粉丝都要打架了,但是小编觉得是不会的,因为他们的粉丝都给他们组上了CP了,哈哈哈哈,也是皮得很啊。